欢迎大家收看尚爱关心地区的南岛新闻 昨天就要到了 第三天论会跟正班围着要和客观 在临着的天气会订阅一些简单的料理 今天一转去特别压车中泡车 来论会开办简单料理的课程 除了会订阅和健康有个好吃的米式料理 要从政客处理事务的观念 感谢大家 好 让我把它拨成圆圈圈 好 转 天气是越来越热 第三天论会的家政班 在今天早上 台北基班健康料理的课程 让所有的好玩 和客户是运用简单 无缘的煮食方法 来做出对身体没负担 健康又好吃的米式料理 像一家人 大家身体会健康 偶煮食回来 自己煮的 我们先生吃得很高兴 更不用说去餐厅吃的 菜市有清淡没清淡都不知道 我们自己煮起来 偶煮吃到我们的家人 也是很高兴的 这样我们一起吃得健康 天气热了 那很多妈妈她都不进厨房 那她不进厨房的时候 怎么让家里准备好吃的晚餐 最主要无油烟的料理 就是我们不用很大费周章的去 高温 高油 高糖的去烹煮 她会让你很轻松漂亮的 在厨房里面烹调 由第三个农会 所开办的家政办 每一次都会认识到 有几个年煮食经验的中博士 来自助校玩 比较利用在地的好食材 从整个的煮食观念 够好好玩 让大家都感觉 学到很多医院都不知道的地方 像今天我们的古老师 他的那个烹饪是蛮地棒的 然后就是他是叫我们 是在地的一些食材 像筍子啊什么 所以说我们家政办 请看我们成员这么多 然后大家都会分工合作 然后大家把这边 把我们所要今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都做得很好 然后整理啊 整理环境这样子 我们如果做家庭主婦 要拿来煮这样 比较简单的料理 还会变化 现在大家都吃少油 少盐 老师都会提倡这个 来这里所以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比较注意的就是卫生 因为夏天嘛 所有的东西 它很快的会腐化掉 会腐坏掉 那如果说你的菜 切菜板 你的菜刀 你家里用的纱布不干净的话 它会带来很多细菌 尤其是在夏天 就有龙虎的脑袋 以及老师的鸡豆 不但让在地龙穿葫芦 还是就妈妈的煮吃烧鱼薄 也能做出给大家出来大大洗洗 都能吃到最好吃 最健康的好料理 去吃吃鱼酸 参与不得 Pod 再次吃鱼酸 我 elas用脑袋